电视剧《三分野》正在热播向远一个游戏主播为了掌握自己的人生,答应爷爷解决集团分公司维林的问题,可去西安的时候,遇到了最让他尴尬的人,关键他还和他拼了同一辆车,这个人就是徐燕石,向远一直以为徐燕石的不如意,跟自己有关系,是他当年对他有意思,然后逼他赚了血,可真相是什么呢? 徐燕石的父亲欠了很多外债,为了躲债经常搬家,本来徐燕石已经答应参加向远的生日会,可是回到家却见到父亲要搬家,向远把药送给徐燕石的礼物狠狠扔在地上,这次他和徐燕石再也没见过面,可是向远不知道,徐燕石一直保留着这件礼物,而且大学时还陪向远打了一年的游戏,他也就是向远的网恋对象,出租车上的尴尬,让向远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意味自己不会再和徐燕石见面,却没想到徐燕石是维林技术部的组长,向远这次来维林,并没有特权,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虽然公司里有不少关于徐燕石的传言,尤其是和陈山的,但在和徐燕石相处过程中,向远又一次爱上了徐燕石,另外徐燕石其实一直喜欢的人也是向远,当初打零工的他甚至特意抽出一个小时给向远补课, 不过很多人都认为陈山跟徐燕石关系匪浅,他们的一张有些暧昧的照片也有不少人看到过,所以向远的爷爷不希望向远和徐燕石走到一起,直到向远徐燕石老庆三人参加比赛后,老庆看不惯丰俊的所作所为,才告诉了向远关于徐燕石放弃星恒去维林的真相, 原来当年徐燕石的同学丰俊用他的电脑入侵公司的系统,当然包括老庆在内的三人都是年少气盛,可他们的一时冲动却也造成了损失,当时陈山作为公司代表要起诉他们,徐燕石和他谈了条件,一是升级系统,二是赔偿二百万,可最后害了徐燕石,大应酬钱的丰俊却跑了,徐燕石他们升级好系统,却被告知丰俊出国了,没有办法,徐燕石找到了导师,也借到了钱, 然而这笔钱却被徐燕石的父亲拿走了,所以当年陈山借了徐燕石一百五十万,而徐燕石也服从陈山的安排去了维林,仿佛那件事,只有徐燕石这一个无辜的人,受到了伤害,然而对于同学和父亲的背叛,徐燕石也看得很开,这或许跟他的经历有关,然而如今封俊再一次搞事情,徐燕石可能不在意,但知道真相的向远肯定不会放过封俊,哪怕他们也算得上青梅竹马, 虽说现在陈山已经不是向远和徐燕石之间的阻碍,但向远的爷爷,集团董事长,却不明真相,所以极力阻止,就不知向远如何破局 第三集中,诗天佑和尤志几人谈论此事,才知道为什么徐燕石会这么憋屈地留在维林,原来徐燕石在一个五年项目组里,五年内不能辞职,这是徐燕石和陈山的约定,为何签订五年之约呢? 大学时,徐燕石经常与老鬼、封俊、老庆等人聚在一起,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对编程感兴趣,封俊更是中了独一般迷恋编程,他们那时候有个黑客论坛,每个人的ID都是响当当的 那时候论坛上经常会有人发帖,求查找各种暗恋对象的EP地址,都是老秦跟另外几个需要维持生计的接点私活 徐燕石和封俊他们喜欢看下网页的原代码,免费帮人查漏补缺,然后把正确的解决方式发给对方邮箱,大多数公司非常感激他们 但是那晚,徐燕石无论教授的实验室,剩下几人年少气盛,在九哈尔热之际,肆无忌惮,老鬼和封俊打赌,把主意打到陈山所在的公司身上 结果当晚陈山公司因为他俩入侵,导致整个公司瘫痪,经验物流水损失300万 陈山本身就是黑客出身,还是徐燕石跟封俊的学姐,没出两天,就查到封俊身上 起诉是必不可少,当看到起诉书上索赔金额1000万元时,可能还要坐牢时,还是大学生的封俊和老鬼直接吓傻了 封俊的父亲半个厂,几千万还是拿得出,但是他没办法让陈山撤诉 那时,徐燕石刚拿到星恒的offer 要知道星恒是导航系统行业的龙头老大,一般只招聘名牌大学的研究所和博士生 而徐燕石以本科生的身份拿到offer,可见其有多优秀 陈山又拿出另一份针对徐燕石的合约书 徐燕石为了封俊和老鬼,被逼无奈下只能同意陈山的要求 签订了五年之约,进入了一家前途未明的公司,不得辞职 结果,老鬼毕业进了研究所,封俊出国,只有徐燕石在为他们的错误买单 老鬼还认为徐燕石在用自己的消沉报复他们 和向远有关,高中时,徐燕石和封俊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而向远和封俊是一对,跟着封俊身边自然就认识了徐燕石 徐燕石在高中时就是高老男神 所有人口中的学霸,不仅长得好,成绩也是第一 向远见色起义,死缠烂打 终于让徐燕石答应每天给向远补课一小时 听见向远想吃蛋糕,千里迢迢跑出买 徐燕石渐渐对向远放下了自己心中的界限 记住了独属于向远的爱好 有一次,向远未必利诱把徐燕石骗去校园的小树林 结果被抓了 虽然两人是清白的,也没有做对不起封俊的事情 但别人不相信,向远还自作聪明 以为是为徐燕石的前途折向 跟老师承认两人早恋 徐燕石非但不领情 还说向远的脸皮厚入城墙 不要的话可以贡献给国家拿去研究新型单一翻译就是不要脸 后面徐燕石就转学了 就因为他和徐燕石的事情,封俊和向远封了手 徐燕石和封俊也分到扬镳 徐燕石一直认为自己欠了封俊 自己喜欢上了向远,翘了兄弟的墙角 到大学时,直到两人参加一个比赛 封俊因为太紧张把数控板烧了差点被裁判竞赛 徐燕石随手把备用的递了过去 才顺利完成比赛 封俊就此黏上了徐燕石 两人和好如初 所以,在陈珊提出要徐燕石签订五年之约时 一是为了兄弟之情 二是为了还债 徐燕石认为这是他欠封俊的 却装计 不关键 却装计